小綠燃亮起 民眾依序過白馬線 接著一輛遊覽車又轉彎 但頭過聲沒過 碰得一聲巨響 遊覽車卡在現場 未盯未當 有很大的聲響 像蹦一聲這樣 那個沒有看到那一隻就撞掉 路過車輛小心翼翼逆向肉鬥 超傻眼怎麼這輛遊覽車卡在巷子口 這時有熱心民眾跑出來協助報案 警察也來了 大家合力幫忙指揮 車子總算脫困 當時這名遊覽車駕駛 就在這轉彎處疑似技術太差 直接撞上一旁的電線桿 將耗之燈的控制箱給撞壞了 耗之燈控制箱搖搖欲墜 而遊覽車則因為這一撞車身刮傷 玻璃撞破了好大一塊 究竟車子怎麼開的 警方也想問駕駛 要對方出事行照駕照 但駕駛卻說車子不是他的 難道這麼大量的遊覽車是偷來的嗎 蔡新男子急忙否認 還說是跟弟弟借來的 但包弟可不認帳 坐在停車場那裡 但是他這裡隨意把車子開走 因為這是營業車啊 結果我就休息了那麼多天 或是我就要顧車了 你看車子沒有營業 我要花時間 因為不是第一次哥哥偷開車 這回還闖禍 不只撞傷車 也撞壞了耗之燈 好幾天遊覽車無法再客 車主因此決定提告 又讓哥哥繼續教訓 記者台北 綜合報導 謝謝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